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 今天咱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对就是锻炼对大脑的好处 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运动就是为了减肥 或者说让身材好看一点 我也是以前总觉得那些天天跑步的人 就是为了马甲线什么的 但是最近我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说过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这种话 对对对 现在想想这话真的是完全错了 我最近看了好多研究报告 发现运动对大脑的影响 真的是太神奇了 你说的那些研究具体都发现了什么 怎么说呢 最直接的一个发现就是 当你运动的时候 你的大脑血液循环会变得特别好 就像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运动完之后整个人思路特别清晰 对 这就是因为运动的时候 你的心跳加速 血液被更有效的迸送到全身 包括大脑 更多的氧气和营养物质 就能及时送到脑细胞那里 所以就像给大脑充电一样 这个比喻挺好的 而且运动还能做一件更厉害的事情 它能让你的大脑长出新的神经细胞 真的假的 真的 这个过程叫神经发生 特别是那些有氧运动 比如慢跑 游泳 骑自行车 能显著促进大脑中海马体的新神经元生成 海马体是干什么的 海马体就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 所以新神经元的生成 直接就能增强你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 这么说我如果坚持运动 记东西会更容易 对 而且不仅仅是生成新的神经元 运动还能增强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连接 就像给大脑内部的线路进行升级 连接越强 信息传递就越高效 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也就越快 那得快多少 我看到一个研究说 即使是短时间的日常体力活动 也能提高认知处理速度 相当于让大脑年轻了四岁 四岁 这也太神奇了吧 而且啊 不管是轻度运动 比如散步 做家务 还是中度 剧烈运动 都能观察到这种改善 那我平时遛狗也算 当然算 其实运动对大脑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就是情绪调节 这个我有感受 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出去跑跑步 回来就好多了 对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运动能刺激大脑 释放多种神经地质 比如内飞泰 多巴胺和血清素 这些都是什么 内飞泰是天然的快乐荷尔蒙 能带来愉悦感 还能缓解疼痛 多巴胺跟动机 奖励和愉悦感有关 让你更有活力 血清素呢 对情绪稳定 睡眠调节特别重要 所以运动完会觉得特别开心 就是因为这些化学物质 没错 这些化学物质协同作用能有效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 为高效思考创造一个平静积极的心理环境 那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呢 运动还有用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运动其实能延缓大脑衰老 降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 比如说 比如阿尔茨海默病 帕金森病这些 随着年龄增长 大脑功能会逐渐下降 这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嗯 我爸妈就特别担心这个 但是运动可以促进大脑的供养量和营养 减少大脑中的淀粉样蛋白沉积 降低氧化应激 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 淀粉样蛋白是什么 简单说就是一种在大脑中堆积的有害蛋白质 跟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有关 运动能帮助清除这些有害物质 所以长期坚持运动真的能预防痴呆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 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预防 但确实能大大降低风险 那除了这些运动还能提高哪些能力 注意力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些都会得到提升 这就很好理解了 大脑血液循环好了 神经元生长和连接增强了 情绪也稳定了 认知功能自然就提升了 对注意力更集中 学习新知识更快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更强 那具体哪些运动对大脑比较好呢 其实很多类型的运动都有积极影响 有氧运动效果最明显 比如快走 慢跑 游泳 骑自行车 我最喜欢游泳了 游泳特别好 力量训练也能促进大脑血液循环 改善大脑功能 橘铁也算 当然算 还有像跳舞 瑜伽 太极拳 这类需要身体协调性和专注力的运动 不仅能锻炼身体 还能提升大脑的认知能力 跳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又要既动作 又要配合音乐 对 这种复合性的运动 对大脑的刺激更全面 而且跳舞还能帮助缓解压力和焦虑 那一般需要运动多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这个因人而异 但是一般来说 即使是一次运动 你就能感受到思维更清晰 心情更好 短期效果这么明显 对 短期效果主要是血液循环改善和神经地质释放 长期效果 比如神经元生成 连接增强可能需要几周到几个月 那每周需要运动多少次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或者结合力量训练和柔韧性运动 150分钟听起来挺多的 其实分摊到每天也就20多分钟 而且不一定要连续运动分几次也可以 比如说 比如早上走路上班15分钟 中午散步10分钟 晚上做做家务 这些都算 做家务也算运动 当然任何强度的日常体力活动都能对认知健康产生直接的益处 拖地擦窗户整理房间 这些都是很好的轻度运动 这样说来运动的门槛其实挺低的 对 不需要去健身房 不需要买昂贵的设备 就是动起来就行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主要是要循序渐进 不要一开始就运动量过大 特别是平时不怎么运动的人 对 我有个朋友平时不运动突然去跑马拉松 结果膝盖受伤了 这就是典型的运动过量 还有就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 这样更容易坚持 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如果不喜欢很难长期坚持 没错 还有一点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做好热身和拉伸 安全第一 那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 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年轻人可以尝试各种运动 强度可以稍微大一点 中年人要注意保护关节 可以选择游泳 瑜伽这类低冲击的运动 老年人呢 老年人更要注意安全 可以选择太极拳 散步轻度的力量训练 重点是保持规律性 我觉得太极拳特别适合老年人 既锻炼身体又锻炼大脑 对 太极拳需要记住 动作序列 还要保持平衡 对大脑的刺激很全面 那对于工作特别忙的人 有什么简单一行的建议 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 比如走楼梯代替坐电梯 步行或骑车上班 工作间隙 做做伸展运动 我现在就是这样 能走路就不坐车 很好 还可以利用碎片时间 比如看电视的时候 做做深蹲 刷牙的时候 点脚尖 这些小动作也有用 当然有用 极少成多 而且这些小动作能激活不同的肌肉群 促进血液循环 那运动对不同类型的脑力工作者效果会有差别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不管是程序员设计师还是作家 运动都能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具体怎么提高 比如程序员 运动能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和专注力 写代码的时候思路更清晰 设计师呢 运动能激发创造力产生更多灵感 作家呢 作家最需要的是想象力和表达能力 运动能促进大脑不同区域的连接 让思维更活跃 文字表达也更流畅 我有个朋友是作家 他说每天早上跑步的时候 经常会想到很好的情节 这很正常 运动的时候 大脑处于一种放松但又活跃的状态 特别容易产生创意 那学生呢 运动对学习有帮助吗 当然有 特别是对记忆力和注意力的提升 我看到一个研究 经常运动的学生 在考试中的表现明显更好 这是因为记忆力提高了 不仅仅是记忆力还有专注力 抗压能力 考试的时候不容易紧张 思维也更清晰 那什么时候运动效果最好 这个因人而异 有些人喜欢早上运动 觉得一整天都精神饱满 有些人喜欢晚上运动 能帮助放松 改善睡眠 我比较喜欢早上运动 感觉一天的开始特别有活力 早上运动确实有它的好处 能激活大脑 提高一天的工作效率 但是要注意不要运动的太剧烈 免得影响后续的工作 那晚上运动呢 晚上运动能帮助释放一天的压力 但是要注意不要在睡前两小时内 进行剧烈运动 免得影响睡眠 说到睡眠 运动对睡眠质量有影响吗 有很大影响规律的 运动能改善睡眠质量 让你更容易入睡 睡得更深 这是为什么 运动能调节生物中 释放压力 还能提高体温 运动后体温下降的过程 有助于入睡 我发现运动完确实睡得特别香 而且好的睡眠 又能促进大脑的修复和记忆巩固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那对于已经有一些认知问题的人 比如轻度认知障碍 运动还有用吗 有研究表明 即使是已经有轻度认知障碍的人 通过规律的运动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认知功能 延缓病情进展 这给了很多人希望 对 当然 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不能完全依赖运动 但运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手段 那运动的强度怎么把握 一般来说中等强度的运动效果最好 就是运动的时候能说话 但不能唱歌的那种强度 这个标准挺有意思的 对 太轻了 效果不明显 太重了 身体负担大 反而可能有害 那怎么知道自己的运动强度合适 除了刚才说的说话测试 还可以通过心率来判断 一般来说 中等强度运动时的心率 应该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 最大心率怎么算 简单的公式是220减去你的年龄 比如你30岁 最大心率就是190 中等强度运动时心率应该在114到133之间 这个公式挺实用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参考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最好还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调整 那运动前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运动前一定要热身 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 运动后要做拉伸 帮助肌肉恢复 还有吗 运动前后要注意补水 但不要一次喝太多 运动后不要立即洗澡 等身体稍微冷却一下 饮食方面有什么建议 运动前一到两小时可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比如香蕉 燕麦 运动后半小时内补充一些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帮助肌肉恢复 我一般运动后会喝点牛奶 牛奶很好 既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化合物 而且容易吸收 那对于不同季节 运动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夏天要注意防暑降温 选择早晚相对凉爽的时候运动 及时补水冬天要注意保暖 热身时间要更长一些 春秋季节呢 春秋季节是运动的最佳时节 温度适宜可以尝试各种户外运动 我特别喜欢秋天跑步 空气清新 温度刚好 秋天确实很适合运动 而且户外运动还能接触阳光 促进维生素D的合成 对大脑健康也有好处 维生素D也跟大脑有关 对 维生素D缺乏跟认知功能下降 抑郁症都有关系 适当的阳光照射能促进维生素D合成 所以户外运动比室内运动更好 各有优势 户外运动能接触自然 心情更愉悦 还能合成维生素D 室内运动不受天气影响 更容易坚持 那对于运动装备有什么建议 最重要的是一双合适的运动鞋 能保护脚部和关节 衣服要选择透气吸汗的材质 运动手表有必要吗 不是必须的 但可以帮助监测心率 步数 消耗的卡路里 对 了解自己的运动状况有帮助 我觉得有时候看到数据会更有动力 对量化的数据能给人成就感 也能帮助制定更合理的运动计划 说到运动计划 怎么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计划 首先要评估自己的现状 包括体能水平 时间安排 兴趣爱好 然后设定合理的目标 循序渐进 目标设定有什么技巧 目标要具体 可测量 可实现 比如每周跑步三次 每次30分钟 而不是要多运动 这样确实更容易执行 而且要定期评估和调整计划 根据自己的进步情况和身体反应来修改 那如果运动过程中遇到瓶颈期怎么办 瓶颈期很正常 这时候可以尝试改变运动方式 增加一些新的元素 或者适当调整强度 比如说 比如一直跑步的人可以尝试游泳或骑车 一直做有氧的人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 保持新鲜感很重要 对 而且不同类型的运动对大脑的刺激也不同 交替进行效果更好 那最后你觉得运动对大脑最重要的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是让人更快乐 更自信 当你的认知能力提高了 情绪稳定了 整个人的生活质量都会提升 我同意 而且运动给人一种掌控感 觉得自己能够主动改善自己的状况 没错 这种掌控感对心理健康特别重要 好的 今天关于锻炼对大脑好处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动起来 让大脑也跟着受益 对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 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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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